这个周末就要跨年了 不过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花冬28号有明显的降雨 周五周六雨势区缓温度回升 不过气象鼠提醒东北季风的影响 31号跨年夜到元旦清晨 是这波冷空气最冷的时候 也提醒计划安排跨年的民众要穿着暖和 尽管水气较少 但花冬要看到跨年曙光 仍要蓬蓬运气 这个周末就要跨年迎接2024 应该不少民众已经计划要如何度过 会比28日花冬整天的雨势 29、30日两天 东北季风减弱 雨势趋缓 温度回升 不过气象鼠表示 31日东北季风又再增强影响 气温明显下降 出门要攜带雨具 31号的时候 另外一波比较强的东北风会下来 然后到跨年晚上到1月1号的时候 我们都受到这波东北风的影响 从28、29、30、31 天气大概都是多云 短暂正雨这个情形 然后我们来看到31号晚上的时候 在跨年的时候温度相当的低 然后天气也不是很好 然后1月1号的时候清晨 可能温度还是相对的低 但是白天的时候天气会好一点点 温度就有一点稍微的上扬那个情形 所以这周如果跨年的时候 可能就要注意保暖 然后如果要看日出 可能就是看机会 运气看看能不能看到日出这个情形 31日跨年夜至元旦清晨 是这波冷空气最冷的时候 至于看不看得到跨年曙光 也要蓬蓬运气 到了明年1月1日元旦 降雨稍缓 不过受冬被季风影响 气温仍相对较低也偏凉 气象鼠提醒民众 跨年元旦注意保暖 再件衣服 都漫步民众外出记的期待雨具 记者长邦怨华女士报导